近月韓国女团BLACKPINK来到高雄国家体育场举办BORN PINK演唱会,其中成员ROSE、胡彩英,离台后不仅晒出机场照和饭店床照,更在演唱会后写下BIT LOVE KAUSHUNG,离台前ROSE也不停挥手向粉丝道别,让在机场酒后的粉丝感到相当暖心。 事实上ROSE出生于纽西兰并在澳洲成长,除了拥有超圈粉的浑厚嗓音外,168公分的她不仅拥有人人称线的逆天长腿,还有比成员LISA还纤细到不行的19寸蚂蚁腰,出道多年来体重一直维持45至50公斤内,就让我们来揭晓ROSE的六大养兽, 习惯吧! ROSE除了走路外就连坐下也无时无刻提醒自己,要用力收紧腹部并挺直腰部,长期运用腹部核心力量,来养成平坦小腹。 ROSE曾表示自己只吃不加工,不油炸的圆形食物,这样一来即使没有运动,也不至于发生爆肥的状况。 爱吃的ROSE虽表示近几年大家已没有刻意节食,但与其一天吃两次大餐,ROSE透露她更喜欢一天吃三至四餐,以少量多餐的方式进行饮食控管,每一餐只要感到有饱足感,就不会再被食物诱惑了。 此外ROSE也表示她喜欢吃饭更胜于面包,且基本上以韩式料理为主,不过爱吃辣的她,为了管理身材还是会把酱料尽量刮掉再吃。 ROSE私下也非常爱运动,所有运动项目占据最大的就是跳舞,尤其是宣传期或上台表演前彩排,可持续练跳好几小时。 ROSE也提到自己最爱的运动是空中瑜伽,不过最常做的是皮拉提斯训练,可以锻炼出漂亮腹肌,也因为她是五位团圆中最爱吃的,因此她练得很勤,每两天都会上一次课。 此外,她喜欢运用瑜伽球做核心,侧腰线条锻炼。 ROSE如果吃了大餐就会去做半生育,半生育就是将肚脐以下的部位,在39度的温水中浸泡30分钟以上,据说此方法可以让从心脏流出的鞋一分钟内完成体内循环并回到心脏。 韩国女生特别喜欢,因为它不但有助于减肥,而且对皮肤美容,缓解疲劳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像所有女星一样,私下ROSE比较少喝饮料,连吃炸物也不忘配水喝。